所以你跑到縣港去說 來來我招商引誌 你不是開玩笑 人家才到那個地方 他們成立一個科技層 就是希望台商去投資 那你現在被 明明就是出去玩 然後被罵之後才說 我去那邊找台商 就是從新竹去那邊投資的台商 所以不要再歪七扭八 講一些奇奇怪怪的話了 那個出庭真的壓力大了 這當然是壓力很大 因為接下來非常的密集的開庭 聽說五月或六月初 就會有一個宣判了 所以他壓力非常大 那想出去玩就想出去玩 你就公開透明的講 幹嘛用什麼招商引誌來當理由 因為邱承遠四月九號才康去 而且邱承遠是去河內 他確實就是帶著這個相關的進發局 對 剛好安說禮貌回訪台商很重要 禮貌回訪 可是邱承遠不是也是從台灣去河內嗎 採訪萬過一次 才去拜訪過一次 那你現在又去 你就很怪嗎 你幹嘛連續 所以你知道嗎 新竹的議員就說 我們的新竹市的市長跟副市長 一天到晚都不在這個市政府裡面 而且非常喜歡去越南 不然很奇怪 你難道其他地方都沒有辦法招商引誌 很多人的招商引誌是去哪裡 去韓國 去日本 去其他的國家 像台北市那個蔣萬安市長 今年就要去美國 就要去拜訪相關的產業 希望能夠到台北來投資 這不知道對不對 你去越南 越南現在是我們的新南向 反而我們很多的高科技都要去那邊投資的地方 所以你說要去招商引誌 這明明就是這個被打臉 然後明明你就是要去畢業旅行 然後這個用了二倍金 然後被打臉之後 應聲出來的一個講法 是的確啦 因為新竹 很嚴重的一件事 高狂安第一次就講 他是為了要慰繞這些義銷 對 成績非常的好 所以不可預期 所以動用第二月背金來慰繞這些義銷 我先講109年曾經有糾舉過地方的第二月背金濫用 包含了辦理什麼艦刑啊 龍舟划船競賽中秋烤肉 歲末連歡都被監察院要求改進 這拿來做娛樂用 109年正式的公文有糾舉 那高桓你要慰繞跟這個是不是類似 前面有糾舉的案子 你要不要類似 第二個更嚴重的 更嚴重的 我們以前在部隊裡面 我要慰繞我的部隊 我要慰繞部隊 我這筆錢慰繞下去 是我以下可以慰繞 我的副主官 我的單位的營長 連長 排長可以慰繞 我不能慰繞自己 我不能自己這筆錢 第二月背金出來說慰繞自己 包含旅長我也領一份 一個人領5000塊錢的禮物 我自己領1萬塊 我是旅長領得多一點 不行嘛 慰繞就是我慰繞下面 誰慰繞我 總統慰繞我 或是總司令慰繞我 我不能慰繞自己 慰繞自己就變自肥了 高桓這場他說我是為了慰繞議銷 然後呢 市長自己也去 這個財良權是誰 市長自己 自己核定自己被慰繞 這有道理嗎 這觀感不佳啦 被監察院糾正過嘛 然後呢馬上就講說 沒有沒有沒有我去招商 招商都是按計劃行之啊 就是我今年可能要到越南 到哪裡到新加坡去招商 那是有編列計劃有預算 到議會我們核定的 那你說有我突然間要招商了 這叫突發事項你知道嗎 突然間今天越南要成立的跟新竹市要來交商 新竹有需要什麼是要從越南引進來的嗎 沒有突發事項 沒有突發事項 還是今年新竹市成立的跟越南非常關係密切的 那你就經過議會啊 然後送行政院核定啊 我動用第二預備金 高宏安這個動用預備金 我相信應該不到五千萬 因為超過五千萬要送行政院核定 他這一定沒有到兩千萬 可是你有沒有經過議會同意 你這個市長出國去招商大事呢 大事耶 沒有小事我去慰繞 那怎麼慰繞自己 對我也有招商 順便 沒有順便的啦 沒有順便的啦 招商就招商 慰繞就慰繞 你是慰繞兼招商 你以為是猛仔敢洗口 沒有這樣子玩的啦 沒有這樣子玩的 所以我才說高宏安現在是完全不演了 反正不演了 這段時間我在這個跑法院累得要命 然後剛好一消分級 第一次出國 我也把我的名字加進去 甚至可能會被停職之前 趕快出國一下嗎 你害死新竹市的這些公務員 他要被監察院再糾正一次 109年糾正這麼多 烤肉不行 健行不行 龍舟不行 睡末連環不行 你出國旅遊可以喔 有這回事嗎 所以我才說高宏安 真的不要害死基層的公務員 你自己有官司 應該是自己好好檢討 馬上漢光演習了 對不對 然後我是長官 我要出國旅遊 我要出去了解 這個國家國際之間的 這個裝備的薪資 所以出國旅遊 演習主觀不在 到新加坡 到國外去 像話嗎 對 現在我講高宏安 沒有錯 你的心情很悶 你的心情難過 抒發壓力 有另外一種方式 把你的案子搞清楚 好好的在高 這個新竹市來辦公 讓人民覺得你很不錯 而不是邊一個點名部 里長要去 然後蹭一下 一消 你也要去那邊 接受慰勞 慰勞是你慰勞他 你沒有慰勞自己的 這樣子在瓜田底下 太難看 而且用二倍金 現在原本是救急的 原來都拿來做旅遊用 那高宏安因為最近的 這個司法審判 可能會接近尾聲了 所以是不是趁這個時候 趕快出國一下呢 那也包括之前的 很多的爭議 來國東哥 高宏安把西竹市政府的第二億倍金當作獎勵 易銷出國旅遊用 跟他把助理會當公基金拿去買化妝品喝咖啡 有什麼兩樣呢 一起同工嘛 都一樣的嘛 公款私用 他把所有使用的錢 分不清楚這是什麼錢 其實當一個市長啊 你說真的要去考察 也沒有限制他限制出境 他當然是可以去嘛 可是理由千奇百怪 我不知道你獎勵易銷 跟他們一起出去玩 為什麼還要去掛一個 什麼招商名義 可是他還告訴電視台說 我跟他們一樣是坐經濟艙 我說高宏安不要這麼無厘頭吧 心情不好 找個什麼理由出去玩 都我們都可以理解的啦 但是大家對你的檢驗 實在你對一個金錢的使用 到底有沒有一套標準 這個錢應該用在什麼地方 那個錢用在什麼地方 現在政治人物我們已經搞不清楚 跟以前舊時代的政治人物 不大一樣耶 舊時代的政治人物 每一件事情我們都分得很清楚 現在政治人物 從我們開始節目一直講到現在 好像公款私款都已經搞不清楚了 我就覺得很奇怪 第二一面就是在用什麼用的 高宏安你應該比誰都清楚 你當市長會不知道嗎 那救急用 救災用力 你在獎勵銷行 一銷幹嘛去動用這個 難道是其他地方 編不出這個錢嗎 我也覺得很奇怪 明宇到底藍白在耍什麼招啊 明明是國會改革他們要的啊 那為什麼既然都已經排審了 但是卻是提出散會的動議來 我先講啊 今天的這個司法委員會 其實是民進黨把版本送進來了 因為之前一直講說民進黨沒送版本 民進黨把版本送進來了 那送進來的版本呢都是這個 比如說國民黨裡面沒有提的 像是很重要的資安長的部分 那資安長的話就是大家知道 現在詐騙很多嘛 那如果說你這個很多的駭客 或是這個詐騙進入了國會 那你是不是需要一個資安長來負責 而且這個資安長未來 如果真的有的話 也是韓國瑜在指派的嘛 那我不知道說為什麼這個國民黨 連這一則中國會這個都要擋 因為他今天擋下來就代表說 這個民進黨的版本根本沒有要出委員會 就連討論都沒討論了 所以就就沒有就沒有民進黨的版本了 好那你說上個禮拜上禮拜就是這個散會了之後呢 那變成只有國民黨跟民眾黨的版本 全部送出委員會 未來要交朝野協商 那你知道嗎 就是光是國民黨跟民眾黨版本 國民黨自己他都就有傅崑崎的版本 有汪小玲的版本 他版本超多的耶 那你國民黨自己都有不同的版本 你是不是應該就在這個立法院司委會裡面 你有這麼多專家 有吳宗憲有這麼多專家 沈柏洋 汪小玲 這號稱什麼這個憲法專家 你是不是應該逐條一條一條一條 好好討論 至少你國民黨你自己的版本 你也應該好好討論吧 你傅崑崎跟汪小玲的版本 也不一定一樣啊 那你甚至行政院也有對策進來 你是不是應該一條一條 好好逐條討論 那我就不懂了 你現在就是說國民黨 你現在全部包裹 我通通都宋朝野協商 你韓國瑜知道 他們兩個的版本 傅崑崎跟汪小玲版本 有什麼不一樣嗎 你韓國瑜是可以的嗎 我就覺得這個非常奇怪 國民黨是玩假的嘛 你有專家在這 你不好好討論 那好 你就 我第二個問題就問嘛 今天民進黨提出的版本 有包括資安長這些 那國民黨你為什麼要反對呢 你反對的理由在哪裡呢 國民黨根本不想要 是不是 不是 我剛剛講過了 這個資安長就算設 他的人也是由韓國瑜來指派 所以難道你覺得立法院 覺得這個資安長不重要 或是說覺得這個立法院 好棒棒都不會有詐騙 也都不會有駭客 都不會嗎 所以這個非常 我是覺得這個好 國民黨去黨是沒有什麼道理 最後我要講的是黃國昌 黃國昌太好笑了 他每次都這樣 他每一局都棄權 他每一局都棄權 都不完 然後柯建民看不下去了 他就講 因為你少了 你只要少了這個黃國昌不表態 其實他說實在 結果就是在幫忙國民黨 對啦 你不用講那麼多啦 他也不反對 也不贊成 然後連棄權 他就投棄權 那柯建民講得好 柯建民就說你黃國昌 你只會閃躲 那黃國昌只能講說 黃國昌還很假 他今天還來 他講說哎呦 我本來以為今天要討論司法院 這個過勞的問題 因為之前不是有司法人員 因為過勞的問題嗎 發生不幸的憾事 他說我今天來以為要討論這個司法 司法這個過勞 想說要大家來討論 結果你自己也是一樣 你不表態就散會啦 對啊 那還在那邊嗆老科說 叫什麼叫一點禮貌都不懂 所以我就覺得黃國昌 還在台上講說太離譜太離譜了 是真正離譜了 可是他現在民眾黨就感覺 好像是完全當空氣 白的變透明的了 白到變透明的 不贊成不表態 然後現在連這個投票都不投了